它也可以compile成一個ESC 那實際上Eclipse可不可以呢? 其實也可以啊 你把它compile成一個JAR檔 點兩下之後呢 你丟給別人,別人也可以RUN啊 而且這個更厲害的是說 你在Windows可以RUN 你在Linux也可以RUN 你在Mac上面也可以RUN 甚至你在手機上也可以RUN 這才是最厲害的 所以這部分呢要怎麼樣可以改寫 但是如果你不改寫成那個Swing的版本 抱歉 很多東西是跑不出來的 因為它沒有一個console可以讓它秀訊息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你必須要改寫成Swing的版本 那也就是Swing的版本要怎麼改寫 針對這個東西 其實一般書籍你會發現講到這個也很少 你去外面看Java的書已經夠少 講到這個更少 講那個Swing的部分呢 那個視窗元件使用的很少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把那個使用的重點 跟各位提示一下 而且這部分呢 也不用使記 像我 就是 也不喜歡寄東西 所以我都讓Eclipse幫助我 提示我就 我只要記重點 比如說像這個J-Option Pen 我有時候也記不起來 我只要記得它是在哪裡呢 它是在Java X裡面 點一下有沒有 點一下之後它就會Swing 點Swing 你就打一個Swing 它就出來了 Enter 然後J-Option Pen 點一下嘛 你打一個J J-Option Pen就出來 可是喔 這個有點怪怪的 它不會排序 所以你可能還是要記一下那個Swing的J-Option Pen 因為它還是 你要記一個J開頭 往下找J-Option Pen Enter 這個會比較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怎麼去使用它呢 它跟原來的程式有什麼不同 各位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呢 我必須 我沒有辦法像那個 就是System.out 它一個Console環境 它是一直租航租航再輸出的 那我必須怎麼樣呢 我必須增加一個那個Swing的這個字串 那我先把它串在一起做怎麼樣 再一次丟給J-Option Pen 去顯示 所以這裡的話呢 首先喔 我先在上面多宣告一個東西 宣告一個S好了 然後呢 它的預設值就是空字串 OK 那你空字串之後的話呢 然後到這裡喔 本來我們是直接怎麼樣呢 輸出對不對 所以你就直接在這邊S 等於S自己本身 加上後面這個東西 特別注意喔 因為它這個Print喔 Print多一個Print Line 多一個換行 所以呢我們 如果說沒有加一個換行符號的話 它會變成串在一起 也就是最後呢 我必須要自己再增加一個換行符號在這裡 然後呢 跑串接 跑串接 串串串 串完之後的話呢 全部東西都在S裡面對不對 然後呢 跑完回去